廖子瑜這日出席開幕派對 最近看完星爺的賀歲片新喜劇之王 就令他想起以前做臨時演員的回憶 感觸是很大 因為很多人以為我可能入行兩三年 但其實數一數一 原來我以前做臨時演員的時候 都有十年、十一年 如果現在可以找回我以前做臨時演員的影片 感覺應該挺有趣 好姐妹余香瑩入圍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 Fish也很替她開心 我每一次聽都覺得很振奮 尤其是對我們這班新醫院來說 是一個很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尤其是原來我們努力得到一些認可和回報 尤其是我們這一輩子會覺得 會不會造極都不可能的 其實是有可能的 只要再保持自己的條路 繼續這樣做得到回報 我覺得我也可以 有一個人 當然是她請我吃飯 因為她不是雙料 是三料 這麼厲害 當然要請我們大家吃飯 聽著她的樣子